哈喽 大家早上好 吃饱了吗 大家要乖乖留在家里哦 因为现在留在家里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那今天来到了藏传佛教法会的力量第二集 今天我要为大家讲一个故事呢 就是工地 工地弥鬼 我是来自科切拉的过业仪讲法师 追随我的上师尊贵的第25世占度古伦伯切 已经12年了 那在还没有就是故事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那我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伦伯切对佛法 还有就是一些就是关于佛法的一些小小的开示 那伦伯切说呢 当我们在进行法会的时候呢 我们观想及祈求诸佛 借由他们的力量为我们消除各种障碍 例如负面干扰 邪灵侵犯和中邪等等 那从佛陀那个时代 传组的生家团是由四位生家组成的 占度古伦伯切在成立起宴堂的时候呢 也依照着佛陀留下来的规矩 每场法会必须有四位法会成员 所以你今天看到我们每一次在进行法会的时候呢 都有四位就是成员一起持诵跟祝念 那来今天我们 我今天就回归正题 谈回我今天为大家讲的第二个真人真事的故事 那其实这个故事呢大概是在四年多吧 那它其实是发生在彭恒州的一个工地 就是发展上的工地 那时候在建着就是电屋 那其实这一位就是施主呢 他本身是一位打电 一位非常处事非常低调的打电 人也非常的和善 跟我们也很谈得来 那我们为什么会认识这位打电呢 其实这打电呢跟他的丈夫呢 其实是白手性家的 他们是属于中小型工业的企业家 那打电之所以会跟我们熟弱呢 是因为他常常去到我们的博物中心 然后跟我们购买一些就是佛物 那慢慢慢慢的我们就这样子就是成为了朋友 那经过同事的介绍 所以我也认识了这位就是和善可亲的打电 其实他人真的是蛮友善的 虽然是自己的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干的 就是怎么说呢 女强人呢 可是他从来没有自居 自己是非常有能力 然后呢都是以就是大局为着想 所以跟他谈话或者是交朋友 其实是很舒服的 那其实我记得其实那时候他找我们的时候呢 是通过我的同事在博物中心工作的同事 那他介绍说他跟我的同事说呢 其实他最近在彭恒州有一个就是发展工地 然后工程进行的非常非常的不顺 那他说其实很多很多的障碍 那金钱上的周转啊 那工地里的就是工人呢 都全跑了 那而且是半夜啊 就是半夜跑掉了 那我的这位同事就很好奇 问了他一些就是 为什么会这么样子啊 为什么就是工作做得好好的 然后老板也 就是带他不薄嘛 为什么会跑掉呢 其实刚刚开始 打电其实不是很愿意说出来 那可能这个是跟就是商机的关系啦 就是如果告诉别人说 这个地方有一些 我们华人所谓的肮脏的东西的话 那可能以后在 出卖或者出售这个 电污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他也不是很愿意说 那到最后呢 他也没有办法 那就我在跟他见面的时候呢 他也只好就是很坦白的跟我谈 就谈出他的苦衷 他说其实他的这个工地地段啊 从见到就是一直在见的时候呢 其实发生很多事情 其实工地也不大 也就是面积也不大 可是就是很多很多的障碍 非常非常的不顺 那为什么工人会跑掉呢 然后而且是半夜三更就跑掉 原来啊 其实有一些留下来的工头 就是告诉打电说 哎呀 他说他们在晚上的时候 完全没有办法睡觉 那而且所以早上起来啊 就是工作没有精神 可是每一次呢 是怎么样的睡不着呢 原来其实在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半夜的时候 那他们常常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那奇怪的声音可能就是 这边闯一闯 那边闯一闯 那还有呢 就是有人敲门 有人闯门 那打电也觉得很 就是很困扰 那他也请了一些道士去帮忙 就是清除啦这样子 可是还是解决不到问题 那可能平静了一两天 然后接下来又再来 那打电就说了 哎呀 怎么办呢 那有一个最严重的状况呢 就是每一次他们就是 工人收工回去了 就把那些就是铁架 我们叫那个铁架 就是工人踏上去做 就是做高楼的铁架 那搬进去他们的 就是所谓的储存储存储存储 那晚上的时候呢 就把这些工人吓到破胆 那个铁架呢 自己跑出来 铁架自己走路 然后你看不到有人刚 然后就是在三更半夜 他们听到卡卡卡卡卡 然后原来是铁架跑了出来 那这些工人吓得真是 年轻纯白了 所以打电说 其实他也 他自己本身没有亲眼看到 可是因为工人讲的时候呢 真的是怕的那个样子呢 其实是 就是好像被吓到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样子 所以才跑去一个老板说 所以就是 而且就这样子的状况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铁架 晚上出来 就是走路的呢 其实走了 就是好几 就已经经过了好几个月 可是做了好多好多事情 都没有办法 那法师也做过啦 这边烧这些金银啦 也做过啦 都没有办法平息 这样子的一个 看起来其实是蛮怪异的 奇异的事件 那其实最严重的就是 不只是如此 那工人也在工地受伤 还有呢 就是有时候呢 就是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啊 那个不小心啊 就是拿起可能是锄头啦 锤子啦 忽然之间会从他们的手上滑下来 这样子掉在他们的脚 所以就无端端就 遭殃了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些工人全都跑掉了 所以这个让这个我们这个 拉丁很苦恼 他说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那我后来就 想想 我们就去做一个户外 法会 那我们第一次去做户外 法会的时候呢 其实 看了那工地 其实早上看起来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也没有怎么样 只是觉得你去到的时候呢 就感觉就是 工人的那个神情是 怎么说呢 就是很 硬蹦蹦的 然后也笑不出来 那好像大家都很紧张 可是他们都很努力在工作 看得出来 其实真的很努力在工作 可是就是 他们心里好像有一种障碍 或者是害怕 那他看到我们 其实他们也没有说特别打招呼 因为我觉得是 前一月应该也是被干扰蛮多的 所以早上起来 真的是有点目无表情 那我们去的时候呢 其实是从吉文波下去 那时候我们还在吉文波 吉文波下去 大概两个小时 那去到那边 大概是早上 八点多 正是工人在开工的时候 那后来我们就帮他们 做了一场法会 那我有一个惯性的 就是很习惯的 就是每一次我在外面 就是执行的 就是讲法师的工作之后呢 我都会跟人物协汇报 那我就很自然的 就做完了这场法会之后呢 那我就跟人物协汇报 那基本上如果是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大碍的话呢 或者是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话 那人物协看了 就是没有什么 就是可能给我一个 就是OK这样子 他也不会说什么 那当我就把这个 这个工作 这个汇报给伦伯切的时候呢 那伦伯切就马上 就是跟我说 就是说 就回我就是讯息说 你要做以下以下 我叫你做的事情 那原来其实 后来我才知道 通过伦伯切我才知道呢 其实那边的工地会发生这样奇怪的事情 年来是有一位女鬼 她已经住在那一边很久了 那我记得这个女鬼啊 还有一个名字的 我记得 然后听伦伯切形容呢 她是名粗的 她穿的那个服装是名粗的 就是有点旗袍 然后上面一个裙子这样子 名粗 名粗的 然后就是绑两条鞭子 然后她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小蓝 那那时候伦伯切讲的时候 我其实是有点偷偷笑了 可是你知道就是 觉得真的是有这么可爱的事情发生了 那伦伯切说呢 其实这位 我们就称她这位女鬼 其实有点没有礼貌 我就称她这位鬼姐姐了 这个鬼姐姐呢 其实在那一边呢 在这个就是发展商入住之前呢 其实她已经在那边住了好久好久 那因为发展商在 发展这块地的时候呢 其实没有好好的安顿她 所以她干扰了她的生活 那她变成了她自己住的地方变成了 没有她的 讲讲的住所被人家毁掉了 那她很生气 可是因为发展商并不知道 原来其实她已经在那边住了那么久 所以也没有去想太多 所以就这样子呢 伦伯切说 叫我们马上 就是跟这位就是打定说 这一回事 那打定听了也有点 就是说觉得很迁就 自己不小心冒犯了这位 就是鬼姐姐 就是小兰 那伦伯切给我们的指示呢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工地 进行最少五到六场的户外发挥 那还声明说呢 一定要在她的工地 建一个就是 好像就是一个暂时的商博 就是所谓的商博 就是那个就是做烟供的一个 一个 等一下讲呢 就是做烟供的小小小屋子 那要求就是工地的老板 建就是打定建 那我跟打定谈了 打定说没有问题 那我们每一次去做法会的时候呢 那我们一定要做这个烟供 还有呢 也要做经酒 这每一次都要做同样的 就是同样的事情 同样的一个就是指示 那除此之外呢 那伦伯切说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触犯了她嘛 然后让到她非常非常的生气 所以这个小兰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不高兴 那怎么样去平息她呢 那伦伯切说 一定要建一个物质给小兰 就是安居 那伦伯切还要求说 那个物质一定要是打定她本身 度注 然后她去建好这个物质给她 那物质的形状呢 就好像类似我们的打斗工这样子 那而且要建在呢 比较就是偏远的地方 然后比较高的地方 就代表一种尊重 然后那边呢就是很少人就是走动的 那她有一个就是比较清净的那种就是安居的地方 那伦伯切说呢 而且这个地方呢一定要保持非常非常的干净 那还有呢就是定时要供 就是供食给她 那伦伯切还规定说 有些东西小人不爱吃 那伦伯切说其实甜品啊 小饼干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甜的那个饮料 这是伦伯切有规定我们做的 那之后呢 还有呢在工地啊 四边啊 就是工地的四个角 那伦伯切规定说 一定要就是 印 就是一个师面佛母 师面佛母 这个行动嘛 师面佛母的那个就是画像 和那个圣像 插在工地的四个地方 工地的四个角 那必须是要我们这些 就是讲法师去插 那其实事情是 很巧妙的就是 伦伯切还规定说 当我们在给 当他在给我们指示 我们进行第一场到第六场法会的时候呢 我们不可以自己就是自己驾车 那打定他必须要安排就是交通工具 载我们去 然后载我们回 那伦伯切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怕我们在中间会被干扰 那去参与这个法会的那个法会小组呢 那个名单也要给伦伯切看过 然后伦伯切觉得批准了 我们才可以过去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第一天 第一天出发的时候 我们是从就是吉隆坡的道场 然后上面的道场出发 那我们就等打定的司机来载我们 那我记得记得我真的是印象蛮深刻的第一场法会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 我自己啊 其实我自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那我们走出了那个 只是出到那个道场的那个路口的时候呢 要往这个Gala Highway走来的时候呢 其实不到五分钟 那我就整个人肚子一直在搅搅搅 搅到我整个其实冒冷汗 我感觉我自己真的是好像要晕讯 其实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我身体向来都还好的 从来不会说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自己真的是撑不住了 那我就跟司机说你停一下 我感觉我要呕吐 那果然这是还好司机停下车呢 其实都还没有驾到路旁 我就忍不住了 就直接就是一开门就呕在那个马路上 还好因为是凌晨了 我们凌晨出发 凌晨大概五点到六点左右出发 所以是没有车的 那我就呕了一大堆 其实呕了我整个人就是 其实很 就是完全没有力的 连就是 就整个人就 可以算是摊在那个 那个车 他的车的那个椅子上 还好其实真的是快一步 要不然我就是呕在他的车上 那我就 那时候我的同事就问我 其实我们还要不要继续 你还可以吗 你可以撑吗 那我就呕了 其实呕了蛮久了 其实呕了好多好多东西 我也不知道我呕了什么东西 其实觉得奇怪为什么会呕 那呕了之后呢 其实我就休息一下 那我就跟呕那个司机说 我们继续走 那我说我觉得我还可以啦 那我就呕自己在观想 伦波切跟副法说希望我可以就是完成这一次的这个任务 那我们就直直就去到了 就是一直这样子 那一整个路程其实都很不舒服 那很不舒服 那我们在 在呕就是在呕文东呢 我们去接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 就是呕 谢松平讲法师 那谢松平讲法师跟我一起过去 那谢松平讲法师也是遇到了一些状况 就是他说啊 他在车 就是他在驾车 就是呕跟我们会合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有一条大蛇 就是从他前面走过 所以他要等着那条大蛇走了之后呢 然后他才可以跟我们会合 所以我们等了他大概是 他呕 迟了大概是半个小时到45分钟才到达 我们跟他会计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我就那时候就是心想 哇原来真的是还好伦波切说的 就是提醒了我们 就是说我们千万不好自己驾车 因为伦波切说 其实这个泥鬼非常非常的生气 如果就是他知道我们 因为他不知道我们是善意还是恶意的 所以他如果我们去到他这个工地呢 他以为可能我们会 把他赶走 或者是把他 就是把他消灭 所以他会非常非常的生气 那在中途呢 他一定会作弄我们这样子 果然是真的是 如伦波切所料 那还好呢 之后呢 我们会合 我跟就是 谢崇平讲法师会合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又在就是继续我们的旅程 然后一直 其实之后呢 就很顺利的到达了目的地 那我们到工地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马上进行伦波切所 叫我们做的东西 那先把这个 这个 四面佛模啊 就是插在四个角 插在四个角 那然后呢 就是 其实打定已经做好了 那个就是 用砖头做的那个就是 三波 就是那个 做烟共的那个 就是小物质 那我们就开始做烟共 那物质呢 就是 那个 就是那个 鬼姐姐啊 就是小兰的物质呢 也做好了 那我们也买了供品 所有东西都买了 那我们就 开始在做烟共的同时呢 那我们另外一个人呢 就是 我们另外另外一组人呢 就去就是帮他设置他的小物质 那 排好所有的供品呢 就是给他很丰盛的供品 那蜡烛啦 包括一般的那个金银子 我们都准备好 那吃的啦 有糖果啦 就是甜甜的 就是他爱吃的 饮料啦 都都准备好了 那物质也很干净 我们也特别帮他磨啦 清理得很干净 所以那物质是十分漂亮的 那我们就开始做法会 那 我去说 其实要做大量的烟共 那我们在 一定要在那个炉边 就是在那个烟共的那个 小物质那边做 一边做烟共 然后一边倒金酒 一边做烟共 一边倒金酒 然后烟共是特大的 甚至特大的 好像真的是在烧 烧一间家这样子 一直在烧 那我们在旁边在做 敬酒的时候呢 其实是很烟的 就是整个眼睛都 烟得流泪 那太阳又很晒 因为 我们去到的时候8点 8点半的时候呢 哇 太阳一工地是 没有遮拦的 哇 好晒好晒 晒得整我们都整个 就是每一个人的脸都脏红了 然后又不能喝水 哇 我觉得我们这边工地 就是太阳 然后当空之下呢 晒了差不多整个小时 然后又再做烟共 哇 那个火势啊 实在是 哇 实在不简单 那很奇怪的就是 当我们做完了整个就是烟共 还有金酒 然后还有就是 简短的那个 就是起烟门的时候呢 很奇怪的就是 也是一样的东西 就感觉就是说 微风 就是又再吹过来 就是你感觉 整个感觉又很舒服了 那我们两个讲法师还在变成 有听到鸟叫声 好像很开心了 好像整个感觉都很舒服了 那我们就举目看一看一些就是工人 工人感觉好像心情也很好了 所以我是觉得 哇 原来真的是好有效果啊 所以伦伯切说呢 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尊重 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 做法会的时候 一定要尊重这位 这个原来的地主 就是这个小兰姐姐 那不尊重的话呢 那可能就会造成她的不方便 所以如果她造成她不方便 幽灵她本身 其实跟就是跟人一样 就是她都是在六道轮回 那她也有就是喜怒哀乐 那她生气的时候 她自然就是不开心 不开心的话呢 她肯定就会作弄你 所以这个就是很正常的 那仁伯切那时候 还有特别 还有特别就是声明 跟达丁说呢 就是说 她一定要和保持 保持那个就是那个小屋子 就是那个小兰的小屋子呢 一定要干净 然后定时就是做供养 还有就是烧香 点蜡烛给她 那我们就把这个 其实这个法会 陆陆续续六场都做完了 那其实做完了之后呢 然后也照着伦伯切所做的 每一个就是细节都做完了之后呢 果然之后呢 就没有就是没有听打电投诉说 哎 工人跑掉了 然后半夜她的工地的铁架自己走路 或者是 工人忽然之间不小心 那个锤子滑 滑跌在自己的那个脚趾头 之类之类的事情已经就没有了 那可是呢 大概是过了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 她打电话又再打电话过来 打电话就她很 她又很焦急 她说哎呀 我的工地又在发生事情了 那我就 觉得很奇怪 我就说哎 不太可能啊 如果是我们有照着伦伦伯切的指示的话呢 基本上是不可能会有问题的 那我就知道可能有一些细节她没有做到 那我就问她哎 打电话你有没有看一看这个小兰的物质OK吗 你有没有问工人 有没有就是每天帮她打扫啊 有没有说 就是说旁边或者是左右啊 干净啊 或者是有有什么不妥这样 那打电话 忽然就觉得哎 对哦 我要去问一问 那就 就是她叫我等一等 那她赶快就打一个电话去给她的工头 原来才知道真的是事情就出现在小兰的物质 那小兰的物质呢 这个工头呢 因为过了一个月多了 整超过两个月了嘛 大家又把事情忘记了 因为没有事情了嘛 大家就开开心心了 所以就没有预料到什么状况 原来他们是没有好好的去把小兰的物质打扫干净 然后这样子不用紧 那他们做的贡品啊 就是他们放了一些橙子啦 茄子啦 一些小饼干啦 糖果啦 然后他们没有收掉 然后就给一些就是野狗吃 那小小猫小小野狗吃了 然后就撒人满地 所以呢 小兰很生气 所以 所以那时候我就 再次很就是 用很就是很认 就是很严肃的那个语气跟打电说 我们一定要遵守 就是照着这个指示 把这个物质 就是打理的好好 要不然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就是工人啊 或者是你的工程 其实进行的非常不顺利 那还好还好 其实打电他非常的就是相信我们 因为他 其实他看我们做的每一个细节 他都发觉到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做的就是 透透当当的 然后一做完了 然后指示呢 其实真的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所以他对我们产生了一定的信任 所以当我们跟他就是 劝告他的时候呢 他马上就 意识到 然后他马上就把它 做好 那到现在为止啊 其实我都没有再接到打电的任何电话 那据我所知呢 其实他的工程后来也非常非常的顺利 所以非常非常顺利完成 那工头跟工人呢 合作也非常的愉快 没有像以前这样子 就是工作的时候呢 就是很多的一些就是状况发生 那他这个工地完成也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好跟快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呢 这个经验呢 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 那也是其实仁波切常常讲的 其实每一个地方 每一间屋子 每一块空地 每一片土地 都有他自己所谓的土神灵 或者是龙族 或者是灵体 住在那边 那我们身为就是外来的 就是后面来的借用者呢 其实我们必须要尊重他们 那我看看 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一定要尊重他们 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的 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 其实我们看不到的 听不到的 不代表他们不存在 所以这些土神灵 龙族 或者是灵体 其实他们是存在的 只是我们看不到他们 所以我们记得记得 不管你在任何的情况之下 你有一件新物质 或者是你一块土地 你一定要先做加持 平息他们 安顿他们 其实他们要的很简单 就是说 你不要去破坏我的 就是我的安灵 其实就是这么样子而已 所以他们要的很简单 不会说要你这个 你要送金山给我 你要送银山给我 他们都没有 他只要一个安身之处 我已经在这边这么久了 所以我想要 继续这样子下去 那你就让他 拥有这个心愿 那你们互相的尊重 事情肯定是很好办的 OK 那我这个故事呢 讲的就是比较平时 没有像昨天这样子 好像过山车这么刺激 但我觉得 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对我们来说 听起来其实是 没有这一回事 可是在现 就是那时候当下的人呢 其实他们会非常的害怕 因为 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他们又看不到 然后他们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怎么样来说呢 都是会感受到一种 就是生命被威胁 那我觉得这一个东西 其实在这一次的 这个第二集的 这个藏传佛教的 法会的力量的第二集呢 为什么我要谈这个呢 就是最主要让大家知道 公地 地啊 地有地主 我们物有物主 一样的道理来的 那还有呢 就是其实我的这个故事呢 今天就讲到这一边 那我就帮一位就是朋友啊 昨天他有问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 这么巧符合我今天 所要谈的这个课题 他这个这位朋友叫做 双样 双样的问题呢 他就是说 请问旧物质要撤了重建 应该要做法会吗 我不知道他的问题是说 应该要做什么法会 还是说应该要做法会吗 但是我就用书面来回答 是的 如果你刚才听了 我这个故事的话呢 的确是需要做法会的 不管是土地 建筑物 或者是新的物质 旧的物质 其实都要做法会 那一般上呢 怎么样的法会呢 其实看个人 那我们通常呢 就是会去到 比如说 好像我们就以这个 这位就是这位朋友的 这个问题来回答了 那旧物质拆了 就变成一块地了嘛 对不对 那你变成一块地了 就是说 你在还没有 在重建之前呢 那你一定要就是 怎样讲呢 就是调伏啊 或者是平息一下 就是住了这边很久的朋友 你看不到的朋友 那可能是达德公 或者是土地公啦 我们所谓的土地公 或者是其他的土神灵 或者是这边 你看不到的好朋友 我们其实所谓的幽灵 到处都有 只是我们看不到他们而已 那他会不会干扰你 很多时候也是因为 我们的业障的问题 那有时候也是因为 我们可能触犯了他们的失忆 他们也有失忆 每一个人都有失忆 包括六道众生 都有他自己的失忆 那所以呢 我的建议就是说 你其实最好在 你已经猜了嘛 猜了就 最好呢 在还没有重建之前 就还没有动工之前呢 就是还没有装修之前 一定要做一场法会 那清除就是 净化你的这个土地 那净化这个土地呢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呢 就是你让就是住在这边的 就是你看不到的好朋友啊 就是他可以 就是说我的安身之处 没有被毁掉 我还是可以住在原来的地方 所以他就会很尊重你 他会很感谢你给他 就是继续留下来 那第二呢 做法会还有一个好处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还可以就是说 就是让你的这个 就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土地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 加强他的那个就是 磁场 或者是气场 那个能量 所以其实他是有两个好处 那还有呢 就是额外的呢 就是说 然后你住在 就是你重建了之后 你住在这边的人呢 也会和和气气 因为你的磁场好嘛 好的磁场呢 肯定是适应好的 就是好的能量 所以呢 其实他是有好多好多好处的 所以做法会呢 就是有这样子的好处 不只是帮你平息 就是你就是你身边的一些 就是你看不到的好朋友 另外一方面呢 也帮助你现有现前的 就是土地 还有就是你的身边的家人 那一般上呢 就是在 像这样子的情况呢 就是旧屋一拆了 那你马上做一场法会 那然后你就叫就是 装修的人 到来就是帮你就是 建屋子啦 就是重建啦 做就是 什么装装装啦之类的 然后做完的人呢 之后呢 就是你搬进去之前 那如果是能力可以的话呢 其实我也会建议你多做 另外一场的 就是新居入火的法会 那这个也是很好 为什么吗 因为你虽然做了第一场嘛 那可能你已经是说 安护了你的朋友 可是第二场呢 可能你就是说 我已经 这间家我已经做好了 那我也是想 大家就是 有一个新气象 新的开始 新的那个 讲讲 新的日子要过 那我们大家一起 你把它当做一家人 那我们一起来庆祝 我们新居入火 那你也有一个 很好的安居的地方 这样子 所以其实是很好的 所以你可以做两场法会 那可是呢 在这个之前呢 先做第一场 一定要做第一场 要不然呢 你可能会发生 类似这位打定的 这位打定的 同样的那个问题 可能会触犯到他们 这个是 这个就是 其实我刚才的故事 已经是 帮你解答了 你的问题了 谢谢你的支持 更观看 如果还有什么 你不是很明白 或者是你听了 不是觉得很仔 不是听得很仔细的话呢 你可以在 就是 在留言 让我知道 那我会再细细的 跟你回答 谢谢你 那 其实 到这边呢 其实我们也 其实差不多 到了一个总结 那我今天 其实觉得 这个是很需要 去跟大家谈一谈的 那我最近还听说 有很多的朋友啊 是他们 我有一些朋友呢 还有一些亲戚呢 他们就 跟政府 申请到了一些 就是新的一些 八场 我们所谓的八场 就所谓土地了 那就很兴致勃勃啦 就要砍八啦 要烧八啦 就是 那我 我听了 就真的是有点 就是吓了 我就告诉他们说 其实在你 砍八或者烧八之前 其实这个 八呢 就是 好像就是 小小森林 那里面住着 好多好多的生物 那 甲虫啦 虫类啦 蛇类啦 或者是一些 就是小动物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一些 就是可能 老虎之类的 那你如果是 没有 就是说 没有做法会 然后你就 冒冒然的 把这个八 就一片 这样子烧掉呢 就是 你想象得到吗 如果你有 十一个的 八场 或者是土地的话 你烧了 多少多少的 生物 所以 其实 这个总是一种 这样讲的 就是 可以算是一种 无名的杀生 其实对自己 也会产生一种恶悦 所以呢 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我是会建议 每一个人 如果是 你们 尤其是一些 就是发展商 或者是一些 就是做农业的 那你们还没有 在进行开发之前 最好呢 其实是 进行一场法会 就是可以跟我们 克切拉 起源堂 就是联系 做一场法会 那对 就是 工作的人 还有就是 对当 就是 当地住着的 一些 无名的 就是你看不到的 就是土地公 土神灵 都可以 就是 帮助到他们 还有一些小动物 那你也可以帮他 就是累计功德 那赶快就是 脱离就是 轮回之苦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记得 因为我最近听了 很多朋友 兴致勃勃 就是说 拿到了一些 八肠这样子 然后就告诉我 哎呀 我要种 茂山王 我要种 什么 西瓜 之类之类的 那当然是很开心 我也是很恭喜你 可是在做之前 一定要 互生 一定要互生 OK 好 那到最后呢 我还是要 以仁波切的教诲 作为 就是我们的故事的 就是结尾 那仁波切常说 其实万物皆有灵性 众生皆平等 那就好像 仁波切刚才我提到的 就是对待这位 小兰姐姐 这个鬼姐姐 其实仁波切也 也会特别 束缚我们说 就是为他建一个小屋子 给他住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感觉到 其实呢 让他有一个安身之处 其实这个就是 互生对一种 就是非人的表现 那那种就是一种 很就是很慈悲的表现 那很多一般上呢 我们只是想到 哎 我要驱赶他 我要把他赶快赶走 赶出我的屋子 不要再给我看到他 或者是我把他收起来 哦 我们华人就 看戏的看得多嘛 倒是 我很喜欢 收鬼啊 收在那个葫芦那边 其实那个是一种 有点不人道的方式 其实不好哦 那仁波切还说呢 其实 他 其实仁波切讲得很 很白话的 他说 我们强调了 就是我们强调了 别人的地方 然后我们应该 自己感到很抱歉 不要觉得 就是别人来侵犯 其实是我们侵犯别人 他说呢 其实 如果他们会生气 或者是他会伤害你 其实 他不是故意的 他也不是企图要伤害你 因为你伤害他先 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到这一点 一定要想到这一点 所以每一次啊 仁波切在处理这样子的个案呢 其实仁波切都是以 非常非常慈悲的方式 去跟 就是去处理 他绝对不会说去消灭 这个所谓看不到的一些 就是 就现在所谓的 这位鬼姐姐 他一定会觉得 我们必须要和睦相处 就是人不犯 我也不犯人 一样的道理 那其实我觉得 从这样子的一个个案 展现出了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这一点 我非常非常的敬佩 他真的是给我感觉 就是一个 一个真正的大德 的那种就是 他 他那种慈悲心的那种大度 其实是真的是让我觉得 哇 其实做这种工作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我今天可以 就是坚持到今天 也是因为 仁波切在处理 这些细节的时候呢 他非常非常的慈悲 而且慈悲的就是 他真的是表现 一个大师的那个 那个气度 让你就是很折服 你没有办法不触动 就算是看不到的 他也明知道 其实我们 就是一般的凡夫俗子 像我这样子 我不是一个 非常敏感的人 所以他也知道 他讲的东西 我未必明白 但是他就是 尽量的让我去 对就是 开阔我的视野 其实除了人之外呢 除了你看到的东西之外呢 其实还有好多好多 生物是你看不到的 所以 不要因为我们的无名 而去伤害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 非常非常折服的一点 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呢 其实就讲到这里为止 那我真的是很感谢 大家的收看 那我希望也通过这个 除了听故事之外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视频呢 能够长一些知识 就是了解多一点 藏传佛教的那个法会 记得 其实藏传佛教的法会呢 它有它的力量是无限的 你没有办法去推真 因为这个是佛的力量 那我接下来呢 其实就打一下广告 那我明天呢 将会为大家带来 就是藏传佛教法会的 第三集 那个在讲述一位 就是身怀六甲的一个少妇 如何在伦伯教的协助之下呢 在妇法的帮助之下呢 披护之下呢 生下了健康的宝宝 然后自己也 自己啊 他自己本身也从死门关 走了一圈回来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 其实也是一个很惊险 就是很怎么说呢 如果是你是那个当事人的话呢 其实你真的是会觉得 自己从死门关走了回来 很多时候呢 其实你也不知道几时会 那一天是到你死期 是你没有办法去选择的 这位少妇也是一样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自己怀孕 竟然就是他送死的那一天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一个警惕的故事啦 那记得大家准时收看 那还有呢 其实我在这边呢 在关机之前啊 那我要给大家打一个 就是小小的广告啦 给一些温馨提醒 那今天下午呢 两点正呢 由我们的罗圣彪讲法师啊 主持的 业依佛母修持法门 每日共修 在这个 我觉得在这个疫情啊 状况还不是很稳定的时候呢 那大家千万别错过于 就是圣彪讲法师一起共修 为自己啊 家人 周围的朋友 及世界各地的人祈福 并祝愿他们每一个人都在 都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获得尊贵的业依佛母的 批护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就是圣彪讲法师 这个用心的一个主持的这个就是共修会 大家一定要参与 这个是一种 就是很好很好的批护 那接下来呢 到了晚上九点呢 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和蔼可亲的 就是温婉罗讲法师 为大家主持的修心 修心修行 这个佛法分享的单元 大家在这个行馆的那个时候呢 除了就是不忙碌啊 其实我们都很现在都蛮得空 然后只是关在家里 也没什么事情做 那你就可以哦 没有借口啊 可以很从容不迫的就是聆听佛法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 就是学习佛法的一个好时机 所以讲就是我们的讲法师 真的是他们真的是很用心的 去给大家做很多准备功课 大家不要错过 那最后呢 我还是要特别的介绍了 就是我们有就是就是每一个早上啊 就是可能大家有些人还没有睡醒了 那我们也有我们的就是就是我们的passation 就是讲法师呢 主持着念念当下 15天的禅修计划 那你可以在这个15天的禅修单元里面 学习如何运用九轮速系法 这个禅修单元可以减压 可以去除你心理的焦虑 还有身体的疾病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其实大家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参与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其实到底这个冠状肺炎可以 的那个状况 可以也就是会延迟到多久 所以我们心里多少都会有焦虑 那我相信一些就是工作的啦 又passage工就是passage自己的工作 或者是老板减薪啦 那做老板的呢 可能就会担心说哎哟 我接下来都不知有没有办法发薪水给我的工人 或者是我的自己的那个小企业啊 或者是大企业会不会倒 那一起干召集 倒不如就是每一天花一个就是半个小时 跟我们的就是陈讲法师一起就是禅修 把心平复下来 那开始美好的一天 就不要去想了 把正面的能量拉起来 把负面的能量拉倒下去 ok好 那还有最后呢 其实我祝大家在这个行馆管制的那个期间呢 过得充实愉快 发喜满满 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时候呢 为了感恩我们每一个自己心爱的朋友啊 就是我们大家就好乖乖的守在家里 而我觉得是怎么说呢 抗议啊 人人有责 祝大家就是抗议快乐 谢谢